两个月球员聚集到中线上,各自战成一排 川岛永四今天加持赛二联球队应该没有射门 川岛永四今天一共面对对方的五次射门 当然进了一个,但是他也扑出了比进球更早的时候马不胡特的一次担当 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现在要被推到点球大战的这个残酷战场上 日本队先罚本年归佑先出场 他面对的阿联酋门将纳斯尔倒是今天一直很忙 本年归佑小组赛阶段也罚进过点球 他是日本队现在的第一点球手 不过严格来说运动战当中比赛过程当中获得的点球和点球大战发点球 可能心理的压力难度还真的不一样 看看本年归佑 一脚踢飞 这看台也就稍远一点 要不然真的上看台了 球队第一点球手上来罚了一个这么不靠谱的点球 这对日本队来说可不是好事 假如在上面场的时候我就说过 这为什么日本队要把节奏降下来 为什么要改变进攻的主攻的方向 你如果拖到点球大战 你自己的实力再强 这也难说啊 阿联酋队首先派出发点球的 也是他们队内技术最好 也是这个综合能力应该是最好的球员 奥马尔阿卜座尔拉克曼 看陶总是 感觉一脸观色啊 看看奥马尔如何 一勺子漂亮 奥马尔果然心理素质过硬 不光记住好 而且关键时刻还敢跟对方的门将开玩笑 也敢跟自己的胜利开玩笑 第一个出场罚点球就来一个勺子 这实在太少见了 我也吓一跳 而且这勺子特别柔软啊 慢慢悠悠的下落 落到了门里边 戏耍了日本队门将穿刀勇四 自己的第一点球手高高的踢飞 对方呢又罚了这么一个点球 日本队现在心理压力倍增啊 第二个出场的是场上队长 创骨不成 这样再发丢估计没救了 又只能换球门了 看看 没有问题 打左脚 势大力尘 对方门将没有机会 现在两队比分1比1 但是日本队已经发丢了一个 其实发点球有的时候 你并不是技术最好的球员就行 贝卡姆发球技术好不好 本年归佑发球技术好不好 肯定都比创骨不成好 但是创骨不成罚的更加稳健 阿联球队第二个上场的是前锋马布图特 今天的进球功臣 亚洲杯进球已经有四个并列最佳射手 看看他怎么样 也是发了一个比较轻巧的低平球 骗过了对方门将川岛勇斯 2比1 两轮过后 阿联球队领先一球 出球之前脚腕有一个变化 川岛勇斯以为他要往左边踢 但是实际吸了右边 日本队接下来柴奇悦 也是进球功臣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有能力成为下一个远层网人 或者 先看这个点球 也是进的没有问题 骗倒了对方门将纳斯 这个球员真的以后我觉得日本国家队的中场核心 在 中村郡府 水核国家队 远层保人也一点一点老去之后 我觉得下一代日本队可以更加倚重拆其悦 二联球队接下来上场的是13号打后腰的哈米斯·埃斯梅尔 这球迷也是激动紧张的 能不能保住自己球队的领先优势 哎呀 也是一脚踢上了看台 虽然高度比本田贵右那一脚稍微矮一点 镜头又找了那位球迷 镜头也够快的 虽然高度比刚才本田贵右踢的矮一点 但还是高过了衡量的高度 这样三轮罚过 两队踢成2比2 二联球队的优势现在不复存在 守卫员纳斯尔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再重新在心理上占据一些优势 把丰田杨平的球远远的甩到了一边 丰田杨平发点球 今天他下面的替子登场之后 中线上基本上一事无成 反而给日本队的进攻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看看点球怎么样 打中路也是晃倒了纳斯尔 纳斯尔和对方的心理战没有胜利 这还不是中路 纳斯尔其实猜对了方向 但是铺的高度不够 这球从他的身体上方飞进了球门 这球罚的也挺悬的 阿联球队接下来上场的是17号 也是打后腰 下半场换来的马耶德哈桑 22岁的中场球员 效率于阿联球的阿尔阿赫利 感情怎么那么紧张啊 这时候也不 由他不紧张 这球不进就麻烦了 哎呦 资点还是很高的啊 虽然也是贴近横梁的位置 但是是在横梁的下眼 钻进了球门 这个真是绝对死角啊 就是球门 有时候玩那个九文革的射门游戏 这是十分里边的十分啊 压利欧回到日文革身上 第五轮的点球 前四轮打成3比3 日文革第五轮 开出了森仲真人 打中后卫的球员 打门 漂亮也进了 纳瑟尔资金这两个球都看得出了方向 但是这名队主阀球员的这个阀球质量都很高 势大力尘 而且球速很快 纳瑟尔又是 出的过了 而且一个是角度扑过了 另外这个自己腾中的高度没有啊 他应该一直在阻 这本就要踢这种贴地球 让阿联球队第五轮出场的这球员 罚不尽 比赛可就结束了 4号厦门场替补上来的竞争型前卫法尔丹 哈比度法尔丹 24岁的竞争型工厂 效率于 阿尔阿克利 也是黄金一带 伦敦奥运队的成员 有了 骗倒了 全岛泳寺 前五轮 双方打成4比4 接下来点球的突然死亡 更残酷的罚球阶段也要开始了 日本队第六个阻伐 大家摆球都是一丝不苟啊 深怕这球没得好 向传深思 打在了立柱上弹出来 没有进 日本队现在危险了 向传深思第六个出场 在这个点球突然死亡的时段 日本队现在先主罚没有进 如果阿联球队接下来罚进 这比赛就结束了 日本队就要被挡在半决赛之外 这个球运气太不好了 打在门柱的稍内侧 又没有弹在对方能夹的背上 滚进球门 反而是从另外一侧弹出了 球门的范围 阿联球队现在19号 下面上气鼓上来的中后卫 伊斯梅尔阿赫迈德 拥有一腿定音的机会 又给了个这位球迷 不知道这个球罚完之后 他脸上是喜是悲 骨刨打进了 穿导勇斯没有机会哭就 阿联球队淘汰了日本队 点球5比4 然后总比分6比5 击败日本队 进入了2015年亚洲杯的半决赛 将会在半决赛 面对中道主澳大利亚队 澳大利亚球迷的这个 膝带真的变成了现实 日本队我觉得今天输在这个全峰线